来自台湾的这一支ZTM342车队 远赴美国与当地三位华侨共组壮行车队 他们穿着国旗装从旧金山沿着一号公路 骑到洛杉矶 为的就是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而在出发前 他们一行人在湾区乔教中心 举行了行前升旗仪式 一群人骑驱在湾区乔教中心前 相当热闹 此次一看每个坐脚踏车骑士打扮的人 身上都印有中华民国国旗图样 红白蓝配色非常显眼 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以及国父赴美宣扬民主革命120周年 台湾的ZTM342车队特地远道而来 到美国旧金山展开美西单车壮行之旅 预计花7天时间 骑到位于800公里外的洛杉矶华步国父同向 目前我们的车队规模大概有十几个人 那这一次呢 我们在去年决定要到海外来骑 那经过这边的这个王主委 王委员 王委王委员他的建议 应该来以那个 今年是2016年刚好是国父诞辰150周年 以及到美国来宣扬革命120周年 所以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让海外的让我们的运动可以跟海外的调胞 对于国家还有国父村中山的革命理念的支持 能够作为一个连结 我们预计是7天的时间 从旧金山启程 一路上沿一号公路到洛杉矶 当我们到达洛杉矶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到洛杉矶当趟的国父同项 向国父同项致信 同时呢 也会向罗省的传统桥社呢 致最大的谢意 感谢他们对于中华民国的支持 成立时间6年的ZTM三四二车队 平均年龄50多岁 是由一群师大附中 建中以及成功告终的校友所组成 这次希望能尽云博之力 去让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民主成就 以及国父孙中山的理念 出发当日 大批侨胞到场送行 驻旧金山办事处长马忠林 以及湾区侨教中心主任吴玉华 也祝福车队行程顺利 当初要不是有这个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 这些自由民主人权的这些 革命的这个理想的鼓吹 就没有办法感动那么多的 这些国内的这些 这些革命先列先险 愿意抛头五少热血 来献身革命 也就没有办法能够来感动 我们所有的广大的海外的侨民 能够在当时愿意出钱出力 来支持革命 众人其唱国歌 并注视中华民国国旗 冉冉升起 CTM 342车队正式启程 浩浩荡荡 挑战单车壮游 为宣扬国父和中华民国出发 谈红湾电视黄本初 美国盛河西采访报道 下期的地方 不许淀光 感动 不许淀光 也许淀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